智商最高的邊境牧羊犬 動作敏捷靈巧的迷你渡兵 基因強大的米克斯 獨立優雅的柴犬 街量超高 體力與智力超凡的邊境鬼腿靶 以及在健身房長大的三健客 多多 鑰匙 蓋衣 全長120公尺 21道關卡 誰能在比賽中脫穎而出 拿下敏捷犬冠軍 成為犬中之王 總永和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 終於來到了 彰化的入合訓犬學校 就是狗的健身房 狗居要健身就是這樣 狗也是要訓練的 雖然牠們不用練就很壯 就是刀殺嗎 牠光吃就很壯 這隻 永和最兇 發豆妹 來 阿妹來 跳 喔 跳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 牠真的會跳 我跟你說 狗狗裡面智商排名 第五十幾 很前面 很前面 你要給點肯定好不好 牠算聰明的 很聰明 牠算聰明 牠是 相當聰明的 欸妹牠敢走嗎 可以啦 妹來 牠 真的耶 牠玩笑 好棒喔 好棒喔 你知道牠們評論 聰不聰明好像是 牠對指令 要重複幾隻牠可以學會 就譬如說坐下 可能聰明的狗四五次牠就聽得懂 像這種可能要四五十隻 犬訓學校有一種叫做敏捷犬的比賽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敏捷犬比賽名租 五毛狗 有五毛狗這種東西嗎 五毛狗的智商是要排定期 嘛 排定期啊 五毛狗已經拿著肉乾在吃了 對 你沒有指令就吃肉乾是不是 想要食物 我是在嘗試看看什麼味道 好啦那 來到這場地 我們要請到這邊的大頭雞 陸大 你也來這邊請 哇 終於來了 台北來到這邊 好遠耶 好啦 你要吃到什麼時候 我們等一下要引導的東西 你怎麼會把它 啊我引導我自己啊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你說五毛狗真的有種狗 欸是沒有 欸很像的 陸大我們今天 了解一下什麼叫做敏捷犬 其實牠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養一隻狗的時候 你要讓牠有一點互動的 啊這個東西設備喔 不是 狗狗奧運專門去設計了 把牠模擬成狗狗在野生 環境裡面的一些設備 為什麼寵物要訓練 有什麼好處 就跟人一樣 小朋友要去上課 出去外面也不會 這樣喔 肚子怎麼 你很像耶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好啦 不要啦 所以訓練過後的狗 牠對指令比較敏感 比如說你說坐下來 你突然這天改成SIP 牠是不是就聽不懂 比如說一個動作 手勢啊 你平常跟牠有一個手勢 是有 所以專注力很重要 就像這個時候我拿出了一筆 那這樣陸大敏捷犬訓練 是不是可以幫助狗狗的社會化 就是說你 在訓練當中啊 加上天橋就要上天橋 進那個隧道就要進隧道 進去的話有好處 沒進去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調教牠 就是在訓練當中 讓牠去理解 我們今天來到你的地盤 就是要來挑戰敏捷犬 不用找狗咧 我們就咬五毛狗 台灣犬 台灣犬很強 很有名啊 你有看這個 蛤 蛤 大張揚啦 對對對 你看這張揚 你看幾張姓 厲害 厲害 厲害啦 我們就來看一下 人犬大戰 人犬 沒有 人犬 人犬 如果輸的話 我就帶一隻警犬出來咬 輸了要被咬 妹過來 如果我輸了 養你那麼久 你知道的吧 你要被咬 我被害護動物 不能帶牌 對對對 對對對對 好 等一下就 輸的啦 好不好 我們就 要被咬 真的哦 來喔 試看看 我們比賽開始 好 來 GO P 還是有0分 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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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乎 我可以感受到他一定很錯 我來挑戰這一次 他來全訓學校訓練多久 他感覺很聰明耶 可是他為什麼一直在發抖 緊張 他更緊張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我這個爆 他很緊張 他一直在發抖 很厲害 他很抖 還是我會抖 今天比賽的規則就是 像你們剛剛看到那個桿子喔 狗狗要是跳過去的話 掉桿子不加秒數了 但是要是蓋伊他們呢 把桿子給撞倒了 會多十秒 還有重點接觸去這個喔 比如說你現在下來了 最少一隻腳要踩到 但是沒有踩到的話 直接從藍色這一邊這樣跳 就是多十秒 那以上就是今天比賽的規則 開始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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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11秒63 不容易喔 初學者來講 我還算很厲害了 我會以為會很激烈 我比較瘋狂一點 他們比較滋穩一點 好 下一個 預備 開始 滴滴 滴滴跳 滴滴滴跳 滴滴 滴 再出球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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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滴 滴 滴滴 滴 滴滴 滴 1分28秒30 跑得完真的是台灣第一了 真的 要不然叫你家的發動來跑 可以 他一定會跳 可能要跳兩個小時 有時候跑不完 滴滴 滴滴 四川 開始了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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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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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09秒37 厲害厲害 11歲了耶 目前現場台灣最好的 1分06秒10 哇又更快了 又抓新紀錄了 但是他剛剛有亂掉耶 剛剛指導手在那邊 欸我怎麼跑來這裡 多了4秒5秒 他自己人卡住了 人的問題啊 所以有時候會忘記啊 前四位選手已經比完了 對 都算是初學者 關卡對你們來講太容易了 我發現我要再多兩個魔王關卡 畢竟是初學關卡 你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這個是當然的 這個叫軟隧道 裡面還有一個長隧道叫硬隧道 藏在鑽吧 怎麼說 鑽我真厲害了 鑽 為什麼叫狗界的魔王關卡 它這個是因為今天有風喔 好的話就是剛好風吹起來 你就看到前面一片光明 你看鏡頭裡面整個壓下來 是看不到前面的路啊 是整個黑的 對對對 但是我們還有一位敏捷犬 選手還沒比 他算是這一次裡面 算比較精英中的精英 比較資深 大學長 讓你們體驗一下狗的速度了 專業的來了 選手 這樣 進 過來 過來 來 過來 跳 上去 上去 上 上 過來 夠了 過來 這裡 跳 過來 跳 跳了 過來 進 進 過來 進 過來 進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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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過來 這裡 上 上去了 上 GO 這裡 上去了 上去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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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秒12 我那邊浪費了30秒 秉潔全比賽最快的是幾秒 30幾秒 他只是這樣子帶而已就這麼累 融合三根刺 融合三根刺 氣壓壓 這有時候出去會不會很好玩啊 受到危險的時候 你喊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承動 就決定是你了 法鬥妹 GO 決鬥 承動 這裡 這裡 哇 欸 快想要咬他 他不怕 他被咬也不會怕啊 他真的都不怕 他被咬也不會 不怕咧 第六號選手來了 他牽著啦 不用牽了 不用牽了 有球了 有又暈了 所以我要從那邊開始吧 你要從第一關啊 A型版 A型版 脫胎上 對 坐好 坐好 來 走 走 來 來 來 這裡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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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來 有了 有了 棒 哇 哇 哇 跳 放 過去 有了 再起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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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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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先放 好 這個可以 好 站他前面 各位你看 等他 快 快 來 1 4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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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恐怖啊 有有有 不要再加上我的訓練 他 我們比賽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在結束後 我們就拿出他的玩具跟他互動啊 對 誘因不管臨時還是玩具 我覺得他好訓練是因為 他對球的執著很強 法鬥之光啊 他跑那個 哇A字T 這個也很恐怖啊 這個衝超快的 巴巴巴 他眼裡只有那顆球 我要的就是這種 有這種個性的狗我最喜歡 法鬥之光啊 我準備好了 a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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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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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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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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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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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忘記牠了 要跟牠搶 這樣可以這樣 對 我怕你會去刮到 沒事啦 沒事啦波波 來了 幫你喘嚇 你忘記我們宗旨了嗎 一個人沒辦法打神的事情 要三個 這一個人可以打神啊 沒問題 我們在後面 我們在後面幫你輔助 我幫你拉著 不要啊 我自己來就好了 先講一下遊戲規則 等一下咬住的時候 你要抬高的話 要不要太久 我怕等一下牠總會抬高 就讓牠咬而已 不要把牠隨便拖掉喔 因為我還沒在旁邊怕危險 好 這個時候我們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關門放狗 關門 放狗 活動了 你看活動了 快快快 波波不能輸 小儀哥 快 快 快 你腳 好帥喔 你現在要辦 你現在要辦 好 我離家 你也不然被我咬住 還怎麼辦 沒有辦法 你要怎麼辦 你自家自救了 快 快 真的喔 喔 你看 流浪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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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直接打拉也沒用 你先過來 你要辦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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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龍 不要我怕 咬我的手 給我啊 繩子給他 你給我啊你看 給你什麼 繩子 繩子 好 好 好 你可以 因為你 你 你手沒有被 他咬穿了耶 這個 全尺 下去都一個洞耶 這個超厚的 他可以咬 真的耶 這個 這個比較嚴重 你看 這個很痛 其實很累喔 因為你要跟他抵抗 腰這邊會很痠 他應該25公斤吧 30 他有到30喔 我是怕拉起來 如果他掉了幹 他就隨便咬了 真的耶 對啊 所以我就不敢讓他掉了 那想問一下 我不是要問你 想問一下 路大就是 我們平常如果被 狗咬住不放 我們可以怎麼處理 比如說你看現在有一些影片啊 小狗被咬住了 大家在那邊一直打他就打他 其實你不要去打他了 你越打他越咬越緊 對 這時候你要說有男生在的話 還是女生有皮帶的話 就拿皮帶 從他嘴巴那邊 轉過去之後 踢高 掉下來 掉起來 他沒有氣的話就會放掉 上掉 用手也可以 右手也可以 你不要說 翻過來 拉他的尾巴 喊他蛋蛋 重點 你不要解救那隻狗 還是那個小狗 又放開 你又放開 不要二次傷害啊 好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陸和全訓學校的 路大 還有我們今天非常優秀 來賓跟參賽的全種們 那想問一下 路大就是 有沒有推薦哪些品種 還是所有全種 都適合來這種全訓學校 你覺得說造成你生活上面有一個負擔的話 你都可以來這邊諮詢 唉唷 你們剛好有人要出圓門了 沒辦法照顧你家的狗人 可以來這邊 就住宿的服務 我覺得跟狗狗相處很療癒 你在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會聽你講話 不會去回嘴 把妹妹顧好 妹妹真的是很讚 妹真的很讚 真的很讚 永和一根刺 如果其他觀眾 如果對全訓有大興趣的話 連結資訊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或是自己留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直接跟路大聯絡 謝謝 歡迎來彰化 這麼棒的一個全訓環境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掰掰